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大屎牛皮 无方向 阿里美团 升不停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未跌了60点 收报26893点 成交有761亿 今天是期指结算日 港股今天是先低后高 今天为什么会开始跌呢 因为我怀疑 特朗普经常炒期指 在今天期指结算日 今天开市之前 就签了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一开始当然害怕 所以今天就低开 接着你发觉都是没什么 结算了 就抽回上来 结果今天全日之后就未跌60点 当然在现货收市之后 下月期指现在都是跌 跌百多点 所以都可能有点偏淡 这样的 那港股 其实现在呢 都还是在一条 就是上升通道那里 运行着 你看看 就在这一条上升通道之间 运行着 那这里有一个 上升列口的 就是本周一所做的上升列口 那个上升列口 今天回补了部分 就未回补了 那如果回补了部分 回补了全部 然后再下跌 那就不好看了 现在呢 就回补了部分 又站在这个列口之上 就是说强势未塞住 仍然都还可以守住 那后市呢 都还是看呢 就是可不可以呢 升穿 两万七千二啊 这些就是 本周二的那些高位 那时候是高开低收 今天是低开 然后是高收 那就是在这里呢 就很扎覆地 牛皮上落 没有方向 好了 美国那个 国会对香港那个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 交给了特朗普 特朗普拖了几天之后呢 就终于签了啦 签了之后 内地呢 就也都很大声地反对啦 那那 那港股呢 一刻之后呢 暂时来看呢 就不清楚 究竟呢 会有什么的后果 今晚美股呢 就感恩节假期 那所以 你都可以解释 为什麽 他今天早上签呢 因为他签完之后 他就放假啦 那件事不理啦 他们呢 就放假 美国整个都感恩节假期 星期五呢 就back Friday 购物日 下个星期一呢 就cyber Monday 都是网络上购物 那这几天呢 美国人呢 就放假购物 这个周末都是的啦 就是过这些这样的日子 就不太理这些 中美啊 那些拗叫啊 那些问题 那希望呢 就是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 希望这件事呢 就可能不太严重了 那就是回来 下个星期一之后呢 就可以 就是中方 骂完了 平息了 那就可以好些 然后呢 就再继续这个中美贸谈 那样的 问题现在就是 中美贸谈能不能够呢 继续下去 还有呢 有没有机会在首阶段 达成协议 这件事呢 那初步来看 可能 骂归骂 就是 反对归反对 仍然呢 都可能呢 就是达成协议的机会 都还是高的 因为至少 美方是这么说的 之前已经这么说的 有机会达成协议 也都 有机会在这个感恩节之后呢 就派这个 美方的代表 去到 中国 和中方代表 就是刘鹤呢 就再谈 那 就是说 衰的事 在这个感恩节 假期的时候呢 做了它 然后呢 就之后呢 再回归这个正途 大家再谈这个 贸易谈判 然后呢 就希望在 好的就 在12月就签到 不好的 就现在传细 一月份呢 在这个瑞士 大德斯论坛的时候呢 就中美元首呢 就签这个首阶段协议 那么 劇本呢 继续是这样 所以港股呢 就震了震来 又不死得 大概都仍在两万七水平 那么 如果摔多些的话 大家都是看着什么呢 如果跌穿这个上升通道的话 那就不好仰了 要转红灯 否则的话 暂时都仍是观望着 好了 讲完这个大市之后呢 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 因为大市牛皮没有方向嘛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阿里美团升不停 即是新经济股 那阿里上市三天 就蹦蹦蹦 一七六 招股价 就连续三天 现在去到二零四了 那表现不错哦 每天都升 也都成交也都很好 今天也都有个说法 经济通有报道 其实它在香港原本呢 發行五亿股的 但是突然间呢 有一些股份呢 就在美国呢 为数很多的 超过四十亿股的股份呢 在美国那里转了过来香港 那应该呢 就是这个Softbank的 卷库的那批股份 他转了过来 他就不是说要在香港那里买 就是不过呢 就是你知道了 Softbank 就是孙正义 他们在日本的嘛 那他们在亚洲时段 就是转了过来香港 就更加容易处理那批股份 那意思这样 那无论如何也好 就是说如果转了过来之后 香港那个市场 就是那批股份就多了很多 这样 虽然这批股份不流出来 但是都是等于在香港那里多了很多 那对他的 都应该是有利的 会不会有其他的股份呢 由美国那里转过来香港 从而由美国 美国原本是大的 有超过二百亿股的嘛 从而慢慢慢慢呢 变成香港呢 初头只有五亿股 慢慢现在有四十几亿股了 慢慢慢慢 会不会再大些 等同美国那么大 不要说超过 很难等同 或者接近美国的股数呢 如果是的话 那就可以评分春色了 就不要说美国是龙头 香港呢 其实一定要跟人走 就不一定是这样 会不会呢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 中国股东的嘛 那些股东 现在的股票都是 美国 会不会那些又转过来呢 那样 那就值得大家期盼的 好了 那说回这个阿里巴巴 现在升到二百零四元收市 那麦格里呢 就给予跑赢大市评级啦 大家都跑赢大市的啦 目标价就看二百二十四元 那样 有些又看到二百四十元 那其实呢 就算升到二百元那样 就算上下呢 因为以阿里呢 其实今年的增长率 来计呢 超过三成 他预计去今年度的 那个PE得二十多倍 就是不过三十倍 仍然都相当吸引的 其实还有这个上升空间的 那升了那麽多 这些股份 说人说得那句的啦 就是逢低吸纳 这些可以作为中长线 因为内地 就是阿里巴巴 其实做的那些电商做得挺好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那些双十一啊 天猫那些做得很好 那它市值也都够大 那虽然现在法规上去 它不能够成为这个 这个恒指成文股 因为同股不同权 W 挂着W字头 但是会不会将来有改变呢 或者有 现在都还未开放给这个 笔水可以买 将来会不会又改过法规 笔水可以买呢 那这些都是有利的 好了 除了阿里巴巴做得好之外 美团 美团在内地也都很劲 那它第三季呢 就是转规为营 那我上次都已经有一次视频 已经讲过就是说 美团即街 就是在11月21号讲的 那当时即街完之后 那时候还未过100 那现在升到106.5 那一步步上升 那它其实那个 那个一个季度 可以赚大概19亿人民币 以上 以此如果你是 当然这个non-gap 就是经调整的盈利 以此来计算 它不难一年有100亿人民币的盈利 那当然它现在就 6千多亿港币市值 那看来都很贵 你100亿对 或者百宗的亿对6千多亿 那你整个50倍PE 那你讲今年度而已 明年度它再有增长的话 其实它降下来可能都是 现在看下一年度 可能都是三十多倍 那现在这一种看法 如果跟腾讯很高增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PE的看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不要说一定已经很贵 很贵 这些新经济股 有高增长去支持它 我想仍然都还是可以逢低去收集的 当然 你不要想着一定是 每一刻都好像这一排那样 升得这么快 短短几天又升一成 升十几个percent 如果不停地上 那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呢 应该是一个反复上升的格局 如果能够的 当然就是 hold它是调整来的时候 买就最好了 好了 好了 除了这两个新经济股之外 近日 阿里健康都公布了这个季度业绩 就是 经调整盈利 是挺好的 有亿几 那当然了 它的市值很贵 接近一千亿的 哇 那也是很贵的 是呀 这种是比较贵一点的 所以其实它都没有破顶 之前那些高价都没有的 现在这些都是要厚低吸纳的 最好就是回调 回调得 譬如八元以下才考虑 那 但是 如果万一不回调 没有办法 这些 如果不回调的话 就有它 因为我觉得 刚才说的两只 就好一点的 好过这一只 这一只 暂时 都没有 头那两只 那么好 因为盈利都很少 第一 第二呢 其实营业额都没有那么高的 几十亿的而已 那些营业额额 不是好像刚才阿里巴巴 和这个美团 真的做到很大盆生意 那些 不是这样 另外有一只 新经济股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中安 中安在线 今天都升4% 这只 也是在低位 也是抽上来 一路反复上升 但是它和这个阿里健康 类似 就是其实 就是 都是看那个 有机会转 做得好些 但是又不是好像 阿里巴巴 和美团点评 做得那么好的 所以它之前那些高位 还没有破 那这些股 只能够是 后低级纳的 就是调整到去 24 之下 甚至乎去到20元 最好 那你说它不调的 那 那没办法 就是了 错过就算了 因为这只 也都是 跟阿里健康一样 就不及得阿里巴巴 和美团那么好 首选的 刚才那两只 好了 除了 讲新经济股 除了是电商 或者是网络 那些股份之外 还有一类就是 叫做生物科技股 港交所修例之后 生物科技股 就是没有盈利都可以上市 也就是 当它是一个 未来盈利会 增长得很快的股份 潜力很好 其中有一只 叫 信达生物 它之前 就连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日 那八日之后 调整一天 今天呢 都是微跌的 不过呢 它有些消息公布 就是说 嗯 嗯 嗯 信达生物 就 公布消息了 它那只 它属下的那只 叫做 答拍书 啊 是 嗯 列入这个 新版 国家医保目录 月累范围 啊 根据信达的公布 说了 它是 官方的公告顯示 那只 那只 信达利丹抗呢 是唯一 这个 列入 国家医保目录的 PD 因抑制剂来的 总之 它这一只 答拍书 括弧呢 信达利丹抗注射液 这一只药 好咬口那些字 那这只药呢 就是 列入了这个 国家医保目录 月累的范围 那也都是唯一 同类型药品里面 唯一一只 列入去的 記憶劑劑 OK 那有些刺激感 那 能不能够刺激它的股价上呢 那这样 这些呢 就是如果它也是 可以回调少少的 就 例如 这些回调的 二十六元 可以少注射 如果不回调的 真的冲上去 没办法 因为呢 就是那些药啊 那些我们也不太熟 只能够呢 就是说 低的时候 好消息的时候 就少注射 博 那 如果说首选呢 就当然 阿里巴巴 美团那些好些了 好了 除了这些股 太过什么 太过不实在了 那 有没有一些好些的呢 那 实在一些的呢 那 那去回信与光学呢 那 它就是做手机 那 那现在很多只 例如 就算是 小米 说做手机 那 就想着去打 这个 国际市场 例如印度 例如美国 那 那总之 中国的手机呢 就一路会 就是越做越多走出去 那反而呢 就有利什么呢 有利那些手机設備股 那所以 你看到它今天呢 升回4.2% 那一支 光头阳烛那样 那是有没有机会 你说 破之前十一月高位呢 我觉得 就有机会 那它这些每个月 有公布的数据 就是每个月大概10日啊 那样 就公布 去上个月的出货量 大家呢 就可以看着那些数据呢 去判断呢 那只股能不能够继续上 好了 那总结而言 大市呢 其实现在呢 都在这儿牛皮上落 好像恒指那样 啊 未必有什么太大方向 那反而呢 就是那些资金呢 都是炒股不炒市 近期呢 就喜欢炒生经济股 那首损呢 就是这个 阿里巴巴和美团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